昨天下午的四点左右 扬州市寒江区一租户房间起火 可当时家里没有人 关键时刻有一只狗狗起到了关键作用 发现起火后 周围邻居第一时间组织救援 有的邻居深入到房子里面灭火 有的用水桶盛水泼胶 眼看着就要威胁到两侧的居民楼 消防队员及时赶到灭火 很快火势得到了控制 就了解起火的房间是房东租给房客的 而房客并不在家 要不是他家的狗不停的叫 他还不知道外面失火呢 由于抢救及时 乡邻居的居民楼最终并没有受到危险 而失火的这家房间内的灶具和床铺 橱柜几乎全被烧毁 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 中秋走亲房有旅游度假增多了 出门之前要对家里的水电器进行检查 欢乐之余 别忘了防怀